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外族化 最典型俄罗斯 现在穆斯林占了20% 再加快穆斯林化 法国不但在穆斯林化 而且还在黑化 再过几十年 法国可能是一个黑人和穆斯林联合的国家了 而作为欧洲经济发展最好的德国 也未能幸运 现在德国有多危险 境内有600万的土耳其人 本世纪末可能彻底土耳其化 德国一直是欧洲最发达的国家 拥有36万平方公里领土 人口超过8000万 是整个欧洲除了俄罗斯外的第二大人口大国 德国发展繁荣 人均GDP很高 是世界高度发达国家 可谓是地位非常高 但是德国也面临巨大的隐患 那就是土耳其化 据最新的数据显示 德国的土耳其人口已经超过了600万 是德国外来人口终位于第一位的族群 而且这600多万的土耳其人 还在以超速的发展态势扩张 人口总数和占比不断上升 西方专家预测 德国在本世寂寞 可能彻底土耳其化 到那个时候 德意志人将成为少数民族 而欧洲防范穆斯林这么千年 还是没有防住 可以说是最危险的欧洲大国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 为何一直对土耳其防范最深的德国 一直阻挠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德国 反而国内这么多土耳其人 其实这还要追溯到冷战时期 冷战时期 德国一分为二 而联邦德国经济发展迅速 暂时人口增长转慢 到了七十年代 劳动力严重转缺 根本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 而当时东德又有柏林墙阻挡 西欧其他国家劳动力也紧缺 东欧又被严密控制 而离德国最近 人口丰富的土耳其 成为德国当时引进人口的最关键目的地 当时的土耳其也是北约成员 所以障碍不大 而对于土耳其来说 也乐意以此为跳板加强跟欧洲的融合 于是在七十八十年代 超过二百万的土耳其人来到德国 定居德国 穆斯林人口来到后 生育率那是非常高 每个土耳其人几乎生育七个孩子 于是人口在德国的结构快速增长 此外土耳其人后续还源源不断地移民德国 所以人口暴涨几十年翻了几番 按照这种趋势 很快德国就会土耳其化了 而德国政府看到此 也是良汉之貌 之所以一直阻挠土耳其进入欧盟 也就是为此 因为按照欧盟的规定 一旦进入欧盟 那么人员和财务都可以自由地流动 相关国家还不能阻挠 到时源源不断地土耳其人来到德国 那么德国岂不是要提前几十年土耳其化 所以德国是死 也不可能让土耳其进来的 而现在德国是请神容易送神难 国内德国人又不愿生育 土耳其人生育都止不住 未来人口鸿沟越来越大 土耳其化可谓是不可避免哦 因此 德国很是危险 几百年发展的成果 最终归于土耳其 想想就觉得悲催 换一个视角纵观古今 发出自己的声音 写历使我们是认真的 更多精彩 请关注农夫史记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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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